一个人生病了,往往是身体里缺乏必要的营养素 一群人,一个社会如果病了,往往也是缺乏一些必要的营养素 今天我们来谈这两种 一个叫正直,一个叫正义 我们来看看正直和正义他们的意思在哪里 他们的差别在哪里,他们的关系是怎样的 首先啊,我们来看看正直 正直是针对于一个个人来讲的 每一个个人他行正路,做正事,说正话 而且他能够坚持面对权势,面对柴色,不卑躬虚其 他能够直起腰杆 他能够坚守他的正路,他的正事,他的正言 那么这个就叫正直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正义 正义是针对于一群人的社会而言的 是指这么一群人里边 大家都形成了一个普遍的 对于行正路,做正事,说正话的一种风气,一种共同的认知,以及一种共同的信念信仰的时候 这个我们叫做正义 现在我们来看看他们之间的关系 当一个社会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有正直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时候 这个社会我们说就才能有正气 所以正直是前提 绝大多数人的正直是前提 当绝大多数的人都有正直 并坚守这个正直,形成了共识 这个社会才可以谈上伸张正义 感谢观看